嗨 欢迎收看绿语教友 请问我叫马虹志明的三 欢迎期望 今天我们学习一下关于是世界杯有关的手机史 嗯 世界杯有关的单词我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是世界杯有一个分组 分子四个 一个组里有四个国家 然后就是先逃 就是他们是开始比赛 然后上位的两个国家是可以 就是进一个十六场比赛 嗯 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们一起看看 到底是他们的国家是多么强 然后现在是他们的曾经的历史 曾经的那个结果 我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是グループA グループA 嗯 左边的カタル カタル 它是主办的国家 对 然后最新 FIFA ランキング 最新 FIFA 排名是51位 就是51 然后 Worl Cup 成績 世界杯的成绩 世界杯的成绩 出生开始 是初十九 初十九 就是第一次就是上场 因为主办国家是一般都是可以 当然是可以就是上 对 要不然不会就办吧 然后最高成绩当然是没有 因为它是第一次参加的 对 这个国家 卡塔尔 然后接下来是 エクアドル エクアドル エクアドル是南米的国家 南米最新 FIFA ランキング 44位 Worl Cup 成績 出場开始 4回 4次参加过 然后最高成绩 最高成绩 Best 16 Best 是英语的Best 但是就是最高 最高是前16的意思 所以就是Best 是前16 Best 16 然后接下来是 セネガル セネガル是非洲的国家 アフリカ 最新FIFA ランキング 18位 Worl Cup 成績 出場开始 3回 然后最高成績 Best 8 Best 8 ではなく Best 8 还是 第一次 应该是前十以下 我们都可以说 用英语的外来语来说的 所以Best 9 Best 10 一般不会说Best 10 但是11 12 13的话 可以Best 11 Best 12 变成了日本语 但是 英语的 10 9 8 7 那样的都是 可以用英语的外来语来读一下 然后接下来是 欧兰达 欧兰 它是欧洲欧州 然后最新FIFA ランキング 8位 Worl Cup 成績 成績 出場回数 11回 最高成績 军優秀 军優秀 凄いですね 很好的 然后3回 1974年 1978年 2010年 都是军優秀 差一点就是冠军 但是它从来没有冠军过 所以 欧兰达 这个是 グループA 然后接下来是 グループB 英国 英国 欧州 最新FIFA ランキング 5位 出場回数 16回 最高成績 優秀 1回ですね 1966年 に優秀 除了这个 10年之外 从来没有冠军过 然后 伊朗 伊朗 这个是 中东的 亚州 亚州国家 最新 FIFA ランキング 20位 Worl Cup の成績は 成績は 出場回数 6回 然后最高成績 グループ リーグ 这个意思是 它从来没有 前16 就是 现在可以看到 グループB的 它是 可以能参加 这个グループ 但是不能 就是 参加过 前16 这个是 说明还是 还是挺难的 6次参加 也很难做 对 次は アメリカ 然后 最新 FIFA ランキング 16位 北中北 カリブ海 就是一个 它的一个 范围吧 美国呀 还有 加拿大呀 什么的 都是 就是会 包括的 ワールドカップ成績は 出場开始は 11回 最高成績 3位 ですね 第三位 其实挺好的 对 但是它是 还是 美国 是强的 是不是足球 然后 接下来是 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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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出場开始 2回 最高成績 Best 8 Best 8 ですね 第8名是 最高的成績 接下来 グループC アルゼンティン アルゼンティン アルゼンティン是 中国也很有名的 美西 美西 在的那个国家 南北最新 FIFA ランキング 3位 ワールドカップ成績 出場回数18回 最高成績 優秀 優秀式冠军 然后 2回 1978年 1986年 優秀しています 接下来 Saoji アラビア 南 南非 不是 南边的 アラ博 然后 51位 出場回数6回 最高成績 Best 16 前16 所以 証明是 他 就是 成功过 前16 的位置 然后 下一个是 Mexico Mexico 是最新FIFA ランキング 13位 出場回数17回 分散多 然后 最高成績 Best 8 Best 8 是当然 是前16的 比赛 先 胜利一次 然后 下一个是 Best 8 所以 就是 グループリーグ 成功 然后 下一个 比赛也 成功一次 然后 下一个是 输了 然后 ポーランド 出場回数9回 最高成績 3位 グループD フラン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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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位 相当高 的 其实 丹麦 还是很强的 出場回数6回 最高成績 Best 8 チュニジア 这个是非洲国家 它是 其实出場回数6回 最高成績 グループリーグ ですね グループ1 スペイン スペイン是 最新フラン 7位 出場回数16回 優勝は 1回 2010年 其实 他也 其实 听起来 西班牙 是很强 但 其实 只有1次 冠军 然后 接下来是 コスタリカ コスタリカ 就是 也是 比较小的国家 但是 ワールドカップ成績 は6回出場 然后 最高成績 Best 8 比较高的 然后 接下来是 德国 ドイツ ワールドカップ成績 出場回数20回 最高成績 優勝 4回 ですね 4次 1954年 1974年 1990年 2014年 然后 西德国 因为第2次 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之后的期间 他们是西德国和东德国 对吧 那个西德国的时代也包括 然后 这个是日本玩战 所以 有日本是比较突出一点 日本是最新 FUHA ranking 24位 然后 出場回数7回 还好 然后 最高成績 Best 16 ですね 一直 没到 前八 看看这次的グループ1是日本 应该 很难胜利的 对 应该德国 西班牙应该特别强 グループF Wールドカップ成績6回 然后 準優勝 ですね 第二名 这是1次 2018年的时候 準優勝 非常高 然后 グループG 大家都知道 BASI BRAZIL 最新FUHA ranking 1位 然后 出場回数全22回 すごいですね 足厚 然后 優勝5回ですね 5次 1958年 1962年 1970年 1994年 2002年 然后 セルビア 13回ですね グループリーグ 最高成績はグループリーグ スイス 瑞士 出場回数12回 最高成績 Best 8 カメル 非常高 也是 其实 经常出现 出場回数8回 最高成績も Best 8 还是 相当很强的 然后 最后的 グループH ポルトガル 这个是 可能 中国人 知道的 西路纳 西路纳 的 国家 最新FUHA ranking 9位 Wールドカップ成績 8回 然后 最高成績 3位 ですね 没有冠军 但是也三位 是很高的 ガーナ 也是非洲国家 最新FUHA ranking 61位 出場回数は4回 最高成績はBest 8 然后 ウルグアイ ウルグアイ 是南北的国家 南美 就是 南美国家 然后 最新FUHA ranking 14位 然后 出場回数14位 優勝は なんと 2回 1930年 と1950年 比较旧的 但是 也是很强的国家 足球很强 然后最后是韩国 韩国 最新FUHA ranking 28位 Wールドカップ成績 11回 比日本多 然后最高成績 4位 比日本强 这个是 经常韩国是 这个 世界杯的时候 就是每次 每次 比较 开始的 好 所以这个 背景 你们知道的话 如果你们看 世界杯 可能有意思 一点点 这个是 可以 你们想 参考 这个数字的话 多多参考 然后 话题 的话题 的话 也挺好的 好 那么 大家 有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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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